新唐人全球華人攝影大賽成績揭曉 在450幅入圍作品當中 來自香港的魚缸脫穎而出 以震撼贏得了新聞計時類金獎 他很高興這幅紀錄退黨大潮的作品獲得認同 熱愛攝影的魚缸從事新聞工作 今次是他首次參加全球華人攝影大賽 對獲獎非常開心 因為看到那個網上有報導 這次參賽的作品很多 好的作品也非常多 覺得自己在能夠得到這個獎的話 也是覺得很意外 也覺得很開心的樣子 覺得這是自己也很幸運吧 這幅作品拍攝於香港2011年七一大遊行時 21萬港人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魚缸抓拍了其中法輪功學員舉辦的 聲援退黨遊行的壯觀景象 並取名震撼 世人會發覺在他們不經意的生活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發生著一件就是說歷史巨變的事情 大家就是說認識到了就是中共的就是邪惡或者它暴力 大家選擇退出它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是一個就是人心向善 正的能量提升的一個過程 而這個過程呢 當歷史翻過這一頁共產黨 哪天真的是就是說垮臺的時候 大家會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 真的是覺得震撼啊 魚缸另一副作品《深淵》則獲得優秀獎 他說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 自己的職責是記錄歷史 很高興作品獲得大賽的認同 他並感謝大賽給予華人攝影師一個展現記憶的平臺 新唐人記者梁珍在香港報導